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习近平欢迎昂山素季国务资政访华 高度赞赏昂山素季国务资政追寻先辈足迹 致力于推进中缅友好事业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缅方一道 弘扬传统既往开来 推动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进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使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 好朋友 好兄弟 好伙伴 习近平指出 中缅包拨友谊远远流长 历久弥坚 两国山水相连 纯齿相依 民心相通 交往密切 遭遇相似 任务相近 合作广泛 优势互补 作为友好邻邦 中国将继续支持缅甸 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维护国家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 保持社会和谐 新形势下发展中缅关系 双方要加强政治引领 中方愿同缅方 保持高层接触和各层级人员往来 加强沟通 增进互信 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 中方赞赏缅方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昂山素季表示 缅中是友好邻邦 缅甸人民真是同中国人民之间 质朴深厚的包拨情谊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支持缅甸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 特别感谢中方为缅甸农业 卫生教育事业提供的宝贵帮助 缅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密切两国高层交往 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加强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 缅甸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维护缅中边境地区稳定 也不会允许出现影响缅甸 缅甸与邻国友好关系的事情 缅甸民盟和中国共产党 都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执政党 我赞同加强两党交流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